嘉兴海宁有一个楼盘叫华晨府 王先生说2021年他就来看过房 去年夏天得知降价了 就联系了销售到现场看房 21年的话那个房子16,000 然后在8月份的时候 看他们宣传大概只要11,000左右 所以就过来就再次在这边看了房子 王先生介绍 后来他看中了一套88平方的房子 合同总价135万 带他看房的销售介绍了优惠情况 他们自称是搜楼处的销售 优惠前的价格是135万 然后他们电资首付20万 然后商业贷款下来之后 再返现6万 就是实际需要支付的是109万 电资20万的话 就是销售那边的话 转给我20万 然后我付了首付款40万7千 这20万你户器还要不要再付给他们 那个不需要 等于说是优惠 房子贷款下来之后 由销售把6万块钱返给我 现在就是他们答应的返现6万块钱 就是在房子贷款下来之后 返了我的一个丈夫 就是一直拖着不给 6万块钱具体怎么返 没有书面约定 王先生提供了一段聊天记录 2023年8月 销售人员提到 放个银行贷款再给你6个 那个聊天记录上面 也都是有认的 12月26号 他们就是那个说不返现了之后 到那个搜楼处 他们查了 他说这个是杭州瑞丰城 瑞丰城下面的那个销售 那个跟他们没有直接的一个关系 中介的公司 在海宁华城府 营销中心 王先生联系了一位 最近跟他沟通过的工作人员 对方介绍 营销中心之前不了解王先生的情况 上一星期他跟我说过 我才知道 所以之前他的事情 我都不知道 我边承诺他的一些东西 他也自始至终 也没有跟我们说 我们也不知道这个事情 我们这个项目 他是没有那个电汁这个事 反映的这个事情 你们之前了解吗 也不是我们承诺他的 这个是中介 公司的名字 我已经发出来 已经发给他了 带王先生买房的中介方 是上海瑞丰城 房地产经济有限公司 杭州分公司 营销中心现场 有工作人员介绍 项目公司 还没给这家公司结算用金 正在尝试组织王先生 跟对方协商 随后 记者找到位于杭州 林平的中介公司办公点 负责人不在 记者拨打了这家公司的 企业联系电话 记者尝试用王先生的微信 联系说过再给你六个的 销售人员 对方没有接听 王先生表示 接下来准备走法律途径 188黄金眼 记者报道